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对全球的华人的一个大活动 过去两届办得好精彩 有好多想象不到的大自然之美的照片 是 那么我看了也不只是看了那些很精美的照片 而且很压抑它跟科学都有关系 可是这一项真稿的活动 好像是针对着你必须在科学研究和科学观察的过程之中 所得到的影像才算数是吧 其实也不尽然了 就是当然你如果在科学在实验室里面 尤其是那些有高精密仪器的人 像什么电子血纹镜啊 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种子啊 或者是说细微的结构 耐力结构啊 什么的 那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 当然很精彩 但是过去也有得奖的作品是 他们在野外 比如拍星空 拍野外的 像野外的石头 有些石头很特别 他们是经过的 风景照也可以 不是说你知道 亿万年的演化配合上星空 所以它就不只是图片 你本身的解说也很重要 所以图片的内容还必须要有值得解说的一些个方式 对不对 对大春兄 您知道吗 就我们发觉 他们其实 其实有很多人啊 他可以拍很棒的照片 但是他写这方面能力 就写一段文字 能够把这个照片里面的科学元素 清楚的描述出来到感人的程度啊 不是很容易 那么描述的内容有 比如说有字数限制吗 或者说有最少的字数的门槛吗 有 我记得 我本来记得是多少次了 但是上那个网站上去 科普安网站科学摄影一查就知道了 它对字数的限制的要求是多少 我想那至少两三百四五百次吧 也就是详细的资讯 要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网站上 去找这科学摄影的四个关键字 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这是每一两年这样办一次活动 其实全世界华人都会投稿很精彩的 是的 科学摄影的得奖作品内容是包括天文 生物医学是吧 理化地球科学环境生态 还有好像还有一些更本体的东西是吧 没有 它生物也有啊 生物也有 对昆虫啊 蜘蛛啊 水下海洋这些的 嗯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地质矿物啊 还有 也像你刚说 天文啊 大自然都有 比如说这样啊 人体非必要蛋白质的结地组织切除 像这样的题目可以拿来拍 拍张照片 你这个 这个是从他里跑出来的这样一个主题啊 嗯 人体非必要蛋白质结地组织的切除 就离法嘛 哈哈哈哈 好吧 大家说你把你离法的照片系官 对对对 我气个头 我给你拍张是吧 好 那还有什么要特别提出关于这个置入的 关于这个活动 那没有没有 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了 因为当时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啊 是我们跟李嘉伟馆长啊 还有王荣文先生 前几年站在那个华山的普利兹摄影展前面 嗯 深受震撼 啊 黑白大幅的黑白的历史的照片啊 是 很给人感觉很强烈 那李嘉伟馆长其实就提了说那 哎 我现在咱们搞个科学摄影展吧 嗯 有很多科学摄影图像极大极小极远极近的啊 嗯 放出来其实也是很震撼人的 是 我当时我还不知道到底成果会怎么样的 嗯 没有想到那个成果真的越翻越好 这样的成果有机会把它推到国外去展出吗 嗯 国外有 有现在两岸的世界都这个展都会出去 嗯 因为展这个成本并不高 是 他其实是在交建的时候啊 就已经签了授权书 如果他得奖 他就把这个权力呢 请主办单位带出去巡展 未来发展出衍生商品来的话 原作者还可以分得到钱的 你们这应该反过来想 就是让原作者分你们 不是你们还分给原作者 这个就创作至上啊 也就是说你们虽然办了一个展 鼓励了得了奖 但是呢 从此以后你倒过来想用英国式的思维 那就是文创产品的起点 也就是作为一个政府单位或者是部门 能够透过展览啦 交易啦 把这些东西借由科学的一个名目 推出去做展览 甚至还可以当商品来卖 对对 你把它印在马克杯上说 你看看这个头发啊 多好 没有 现在连我们的伞都有了 就是第一届得奖的笔 得奖的作品啊 就上了科布馆的伞 非常高 高级的伞了 打开了以后 上面其实很漂亮 我觉得这种演奏上真的很棒 就等于帮原来辛苦工作的作者 找到了另外一层多的 是是是 所以分的成数应该是作者比较多 你们少一点 是吧 回去研究研究这个 这个观念上就是一个 这个creative industry的观念嘛 是吧 对对对 好 接下来 我们特别再说一遍哈 因为既然置入嘛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办的科学摄影迈入第三届 从即日起到105年9月30号为止 主办单位会提出超过新台币总奖金50万元的 这个奖金啊 三位优选者各会获得5万元 鼓励科学工作者把研究过程之中产出的专业影像 来介绍给民众 嗯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和活动啊 你说的比我清楚太多了 我是照着念的 来 天文学家又再度捕捉到两个黑洞相撞之后产生重力波的声音 距离第一次捕捉到的时间只差了三个月 这个让天文学家有理由相信黑洞相撞的频率 比他们之前所预想的还要来得频繁 对大春兄 而且我觉得这种黑洞相撞啊 大型天体运动所产生的重力波的联谊啊 嗯 它传递到远方的能力是远超过我们的的想象的啊 是 第一次也就是去年的9月14号 那两个黑洞撞在一块啊 然后那个讯号呢 在在去年的9月14号接收到了 今年的2月份春节的时候公布了嘛 嗯 第一次掀起震撼的 那一个是比太阳大30 36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啊 是 那另外一个是29倍的 嗯 那两个加一块应该是65倍嘛 嗯 那结果呢 新成功的出来的合成的黑洞只有62倍 它就把三倍太阳质量的能量给释放出来了 嗯 传递了13亿光年 经过了13亿年传递了那么远的距离 是 地球还可以接收得到 是 就表示重力波其实是地球啊 就像您说的 反过来看 是地球一个新地球人新拿到的一个望远镜了 嗯 你透过重力波的接收 就可以了解很远很早的宇宙到底在干什么 是 当时呢 讲到这个29倍跟36倍啊 像我们这些学天文的人都不太能够接受 嗯 因为我们以前所在恒星演化的课堂上跟学生讲的内容 嗯 一般来讲大恒星大到几倍十倍十几倍就已经不得了了 是 二三十倍的黑洞不是不是恒星的 恒星爆炸完以后剩下黑洞 对 那你爆炸的过程中大量损失你的物质的核心竟然还有三十倍的太阳之上黑洞啊 嗯 很难想 但是这次的第二次侦测到啊 嗯 就是在去年的12月26号了 是 那么圣诞节那一觉睡起来啊 就说重力波就来了 嗯 嗯 那这次的侦测到的两个黑洞呢 小一些 嗯 一个大概是七点多将近八个太阳质量 啊 那另外呢 大概是十几个 两个合并在一块以后 损失掉一个太阳质量的能量 是 释放出来了 嗯 那这两个的那个呃 尺度就是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尺度了 这两个黑洞撞到以后 形成了一个比太阳大概大21倍的黑洞 对 你说损失了大约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那质量损失到哪里去 我们不是说是守恒的吗 那质量就转成了能量了 就是 一等元mc平方像这样子的 的的数学是啊 嗯 就告诉我们质量如果转化成为能量的话 嗯 大概会有多少能量出来 是 整个质量完全不见了 变成能量 所以这个重力波之所以传这么远 因为重力波就是他们释放出来的能量 嗯 而这个重力波走到哪里就会去拉扯 或者是压缩 它所经过的时空结构 嗯 所以它还是会消耗掉能量的 是 但能传这么远 就是因为它当初的时候释放出来的能量 实在是太巨大了 嗯 但是这个东西也很好玩 大家都知道它两个黑洞 彼此互相环绕运行啊 速度越来越快 嗯 到最后撞击之前已经达到了光速的一半 哦 每秒钟可以有一百次互相环绕 那很难想象 大家说 嗯 每秒钟环绕这两个巨大质量的东西 每秒钟能够互相环绕一百次 是 那然后它有二十分之一的 整体的质量会转化成能量 嗯 所以像这种巨大的天体变化的事情啊 今天竟然能让科学家 透过LIGO这样的设备侦测到 嗯 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宇宙的了解 还真的是太少了 呃 这两个黑的这两次黑洞相撞距离地球都大约有14亿光年那么远 对 也就是14亿年前发生的事 对 13亿光年跟14亿光年 为什么是在这个距离 一次就都来了 也不一定 因为以后 以后可能会像这次的新闻里面啊 另外一个新闻讲的是说 在宇宙里面黑洞合并其实是很常见的 嗯 那现在只不过这仪器刚刚刚刚装好了 在现在测试运行的阶段就已经接收到这些 非常频繁 哎 大约就每三个月接收到一个 嗯 这是不得了的频繁啊 是啊 那你就会知道像这样的系统在宇宙里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自己银河里面 有没有也会有 但是我们银河只有10万光年的直径 是 10万光年的直径 而你今天可以侦测到13亿到14亿光年以外的东西 嗯 这几亿光年里面包含了多少个银河在里面 是 所以以后我相信他 因为但是有很多时候黑洞彼此互相环绕 因为个儿比较小 啊 释放能量比较低 那是你侦测不到 你的仪器的灵敏度没有到那个程度 嗯 嗯 所以那些是需要比较大的东西撞在一块 但是大追求我相信 我就是我的怀疑就在这里啊 或者说我的不解的地方啊 从呃几十万光年的银河盘啊 呃往外 有那么多 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数字 我距离啊 嗯 为什么是13跟14光年以外 连续在三个月之内出现两次中立波 那为什么这个中间三亿啊 四亿啊 五亿光年 六亿光年或六亿五千万光年 那是地方就就没有没有传过来的 哦 这只是刚好 刚巧是一个13亿一个14亿啊 啊 那大正兄您说了以后说不定马上就会找到五亿光年 八亿光年的啊 嗯 都会有 因为你可以想象我们今天的银河直径十万光年 然后离旁边的大麦这轮星系啊 嗯 也不会只有16万光年 是 这星系跟星系的距离 跟星系本身的大小差不多的 嗯 那如果你拉开一个 既然十万光年 你拉开一亿光年那个空间的话 这里面可以摆进去多少星系 我们是知道的 嗯 所以这里面星系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相信的绝大多数的黑洞并合 多半质量比较小 质量比较小 释放出来正立波能量没有那么强 嗯 它的传递的过程中 它要去拉扯这些 就像你水波的涟漪一样 啊 它的在在能量往外头输送的过程中 会消耗掉能量的 嗯 那之所以我们会侦测到13亿14亿光年 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它特别大 啊 释放能量很不得了 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嗯 是这样说这重力波到底是什么 因为大家常常是抓到脑袋 说到底讲了那么正立波是什么东西啊 是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浪漫的画面 你如果想象有一天 你是湖滨散记里面中间的角色好了 嗯 你蹲在那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湖旁边 嗯 用手去在湖表面滑过 嗯 滑过水面 嗯 大水兄你的 优雅的手指的动作滑过水面 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呃 Facebook月报更新了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你手所带带带动的水 就会朝两边释放出涟漪出去了嘛 嗯 所以只要有足够大的质量经过着时空 它都会对四周的时空产生扰动 送出去这样子的重力波 嗯 那当然一般的天体运动 它所产生的重力波不是这么壮观 所以传不了多远就就接受不到了 嗯 但如果说是黑洞像这样的极端大极端致密的天体 高速运转 它对时空结构的扰动是非常强烈的 是 而这个强烈的扰动呢 传的十几亿光年以后 它还是能够被侦测到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种 在湖边上手轻柔的划过去 是 产生连雨的比翼啊 呃 雷狗团队在美国东岸和西岸 分别都有观察站 对 可是似乎 那马上就要在意大利的Virgo雷射干涉仪在下半年要启用了 嗯 这个雷射干涉仪似乎可以跟前面两个LIGO的观察站 用三角什么定点的方式是不是来找到更准确的发生地点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意大利的呃 嗯 这个嗯 设施吗 对 是因为像现在成功的侦测到这些讯号啊 美国的LIGO团队只有在美国东岸 比较东南的Louisiana 嗯 跟比较西北的Washington State 这两个观察站呢同步在做观察 嗯 所以你看到这两次所侦测到的讯号啊 都大概差了千分之零点千分之一秒左右 是 千分之一秒乘上每秒钟走30万公里的话 千分之一秒大概也就是这个两三千公里的距离啊 嗯 所以很准确 但如果说你现在在把另外一个观察站拉到意大利去的话 嗯 那如果你再有一个那个重力波的信号过来了 他经过了美国的两个距离那么那么近的两个 但是再经过意大利的话 嗯 那时间上就会拉得更长 嗯 那你就比较明显的会知道他准确的方向在哪里 嗯 因为现在啊 大神秀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 你大概知道在13亿光年以外所传递过来的讯号是什么样子 是 但是你能不能看得到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 也就是说他如果今天重力波走的是光速 那这两个黑洞撞一块的话如果也释放出可见光的信号来 他是不是走了13亿光年以后我们可以真正的到这个信号呢 嗯 所以你但是你现在很大的问题是说重力波来了以后 嗯 通过这两个观测战你知道在遥远的那一方有都有有事件发生了 是 但你没有办法pin point的准确的把那一点标出来 哦 地面可见光大望远距 那到底是哪一个天区我们 对 哪一个天体 Exactly 它的可见光里面长什么样子 嗯 不知道 因为它的指向精度很差 啊 如果意大利这个加进来的话 三角定位 就能够比较准确的定到那一点去 然后你把望远距转过去拍 你就可能会看到一个 呃 意大利的Virgo雷射干涉仪加入之前 半年以后了啊 嗯 加入之前我们现在只是听到了重力波 可是它加入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有机会看到它的方向 有当然会有机会 但是大政宣觉得更更可贵的机会 更可靠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啊 嗯 是重力波干涉仪射到了地球轨道的时候 嗯 以前我们提到一下那个系统叫做LISA L-I-S-A-L 是Space的干涉仪了 是 那在地球旁边就拉出一个三角形来了 嗯哼 而不是三角形 就是就L型的这种设备 啊 跟地球同步观测 那你这等于是你的机械拉得更宽了 是 就能更准确的定位 跟更清楚的去引导后续的观测了 你说让它在太空之中了 对 就是把重力波干涉仪移到太空里面去了 这是什么时候可以做得到 呃 这个LISA其实谈了很久了 那现在应该说到这个LIGO的成果的激励呢 我相信再怎么没钱的国家也会把钱拿出来做这个事了 嗯哼 OK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 哈喽 微星兄 诶 大春兄 来 诶 这电影星际大战天行者陆克 陆克 Skywalker 他居住的星球 你知道你知道叫什么吗 对不对 对呀 对呀 叫叫Tatooine 对Tatooine Tatooine是一个什么样的星 他是有两个太阳的 是 两个太阳的这就有点像台湾的怎么讲改良式双手掌制 可是如果是真的话 这 那George Lucas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了 对 因为最近的天文学家宣布在太阳系系外发现了双缓 叫缓双星的行星 对呀 对呀 大春兄 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很有趣啊 也就是科幻电影或者科幻小说啊 引领了科学发展 你到后来出现的发现 或者是科学家找到的东西 竟然在多少年前的科幻小说电影里头 就已经描述出来了 对 那这是另外一次 也就是天上看得到两个太阳 这种双星系统呢 我们以前说过 在银河里面是很常见的 50%以上是双星到多星的 是 那如果双星大家就会问了 那一个双星两个太阳在那环绕 旁边有没有可能有稳定的行星轨道 嗯 还真的发现了 是 那科普勒所找到的这个1647B啊 我们说过的小的ABC的B啊 就是第一个发现的西外行星嘛 是 那科普勒1647是两个恒星互相环绕 嗯 那这个1647B呢 就是隔着远远的 然后绕它旋转三年的轨道 嗯 也就是说 这一颗大概跟木星一样大小的行星 它的轨道是相当宽广的 绕着两颗恒星运行 一周绕一圈 需要大概三年 你刚刚讲三年吧 1100多天 对三年 等一下 它怎么绕两个 它是个八字形的绕吗 不是不是不是 它就把那两个看成一个 啊 包着绕 对对 因为地球其实离太阳已经蛮远了 但是我们以前做过比方啊 嗯 太阳如果是一个一公尺的球的话 是 地球就是离这个一公尺的球 一百公尺以外的一个一公分的小球 嗯 是很远 白米跑到尽头的一个一公分的小球 是 那如果说你现在这是一年了 三年的轨道是这个地球轨道三倍 嗯 到了三百米以外 嗯 那然后你如果这两个恒星在中间是靠的比较近的 嗯 那从三百米以外所看到这两个恒星 基本上就把它当了一个球就是了 这两个恒星的热度对于1647b这个环绕他们的小行星来说 好像还蛮合适 也就是说跟我们所谓的四居行星差不多 对就是如果说它这两颗星跟咱们太阳长得差不多的话 那你大概在一年左右的轨道是最舒服的嘛 嗯 那你现在摆两个在那的话 它热量就高了 是 那你拉到三年 哎 那也可以了 科学家怎么去观测这几个星的 包括两个恒星一个行星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们的状态 是这样子 就是两个双星在一起环绕啊 嗯 你只要隔得远一点 你基本上根本分不出来的 嗯 直接拍照它就是一颗星 嗯 但是呢 如果你用光谱鱼去观察的话 你会看到有两套谱线 好 恒星是有光谱线的 是 但问题是这两个恒星互相环绕 速度也够快的话 那两套光谱线呢 会因为督博的效应来回移动 嗯 你会在你看到这一颗 你以为它是一颗星 啊 但是一拍照 拍它的光谱 多拍几次以后 发觉它是两套光谱线呢 一会往左一会往右 来回互相移动 两套光谱线互相互相对的移动的 是 就是因为它运动的关系 这种督博的效应呢 基本上就像我们在市区里面 听到救护车或者火车的声音 嗯 接近的话频率升高了 远离的话频率降低了 嗯 光有一样的像 一样小 我刚讲的是声音嘛 是 光是有一样督博的效应的 嗯 所以那个光谱呢 它会来回移动 红一或者是蓝一 是 你只要一看它的光谱 就知道 这是两颗星 这不是一颗星 从11年前以来 这已经是第11次发现 这一颗科普勒1647B 呃 那这11次发现 每一次都有一些不同吗 或者我们有什么 更多的具体的结果呢 那它其实 呃 看到是双星系统旁边的 稳定行星轨道 不过大神兄 说稳定 是因为我们寿命太短 嗯 我们 然后有生之年觉得 那个行星可以一直存在 就以为它稳定了 其实我们人生 正如白居过席啊 嗯 你在宇宙的尺度上头 你如果过了几百年 几千年的时候 嗯 它说不定就会被甩出去了 哦 因为你你你老在那绕嘛 那中间的恒星也在转啊 嗯 那如果说你绕的时候 到它的近日点 近双日点 嗯 你所感受中心上比较强 是 那你绕远了比较弱 嗯 那每次绕到那边 都给拉一下的话 日久它的轨道变形了 嗯 那最后说不定就一次 巨大的甩点 甩甩动就把它甩出去了 可是 根据科学家的观测 1647b大概已经44亿岁了 跟地球大概是同年代的 对 那恒星也跟我们的太阳类似吧 呃 它的恒星对 类似 它有两个长得不太一样了 前后有点差别 但如果说市居带是三年的话 那表示这两个恒星跟太阳是很接近的 嗯 然后才让这个1647b能够存活在有水 可以存在的市居区里面 呃 那这样已经44亿岁都没甩出去 你认为它不一定什么时间 它会突然甩出去吗 没有 44亿岁没甩出去 代表它是一个稳定的轨道了 啊 那我刚讲的是说 我们太阳系里面过去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都给清干净了 哦 对 因为你知道能够留下来的 那还真的是从小拼搏到大 你不是面对恒星的 你是面对旁边其他的行星的 嗯 如果说今天木星经过地球旁边 那地球就没了 是 就给甩出去了 从小拼搏到大 难怪留校查看 是吧 好 最近天文观测 发现了一颗小行星 像卫星一样的围绕着地球旋转 这个很有趣啊 它其实是围绕地球轨道旋转 嗯 所以它已经围绕地球轨道旋转了50年了 啊 今天才发现 可是对对 天文学家居然一直没有发现 这个情报的单位做的太差了 哈哈哈哈 倒不是因为 大家不要真把它当作是月亮 月亮是绕在地球旁边使劲绕的 嗯 而这个天体是环绕地球轨道的运行的 嗯 那它其实并不大 40米到100米 大春兄你说这个 这个不到0.1公里的东西啊 嗯 我们的月亮是3476公里啊 啊 这月亮是货真价实的卫星啊 是 那这只能说是个小碎片啊 这个小碎片 你说是绕着地球轨道 我不太懂 它怎么绕轨道来选择 这样吧 我们看的数字 它说跟地球最近距离是1450万公里 啊 最远是3860万公里 嗯 那就在这个两三千万的公里的距离之内啊 嗯 就好像你的轨道如果是平方在那边一个橡皮筋 嗯 那你现在再拿个小橡皮筋来套在那个轨道上面 啊 垂直的 哦 那所以它跟地球的运行的 这个运转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对 它不一致的 它不一致的 嗯 它这样绕才会有说 因为你真的你要绕着地球转的话 或者跟着地球走 那跟太阳距离是15000万公里 那是一级跟千万公里啊 嗯 你现在只有两三千万公里的话 它其实绕着你地球的轨道 还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它不是 并没有说很早就被地球甩出去了 嗯 或者是是活不下去了 是 它还是能够绕我们的轨道 怎么样 一边绕一边走 然后地球等于是跟它共生了 嗯 如果过去一直没有发现 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垂直天体 绕着我们的轨道转就是了 这个天体的名称是 2016H03 H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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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HO3 它每一个寻天观测的 像Penstar 它都会做了一些编号嘛 它们学术编号 是 就刚好排到HO3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编号了 2016就是今年发现的嘛 是 它既不是一颗天然的月亮 也不是卫星 好像只能被称为准卫星 是吧 小碎片 我是不是 宋伟星谈天单元 伟星兄在我们的线上 呃 刚才我们讲到了 科学家在今年发现了 2016 HO3 嗯 这个一个很小很小的 像小行星碎片 呃 那他 他 几乎是以垂直的轨道 呃 绕着地球 绕太阳的公转轨道 呃 在那里运行 呃 可是 卫星兄 我有个问题啊 呃 呃 你曾经说过呃 宇宙里面什么不多 就是时间最多 呃 时间如果够多 而呃 呃 不像科学家 现在所说的 也许这个小碎片 还会围绕地球旋转几个世纪 而是更长久 比如说 几万个世纪 或者是更久 那么他 结合了空 太空中的灰尘 冰 或者是其他的物质 他会不会可能变得越来越大 呃 不太可能 因为东西太少了 材料已经不够了 时间长 对 因为你如果是在过 二三十一年以前的话 啊 太阳系还是 灰尘一片 物质一片的话 嗯 那时候大家都会很努力地 把东西吸到自己身上来长大 嗯 但现在太阳系 基本上已经干净了 干净了 对 你看旁边怎么绕啊 他能够吸附的东西是有限的 是 所以他不太可能会另外长出一个月亮来 哎 生不逢陈江伯约啊 哈哈哈哈 就到了三国晚期 没有大将了 没有 月亮其实也不是长出 因为那月亮是给撞出来的嘛 嗯 月亮其实是把地球给撞掉一块肉 他自己合并出来的 是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还有 英国在快报啊 就是6月15号快报的报道 呃 说美国这个NASA透露要在太空培育 人体组织 这怪吓人的 嗯 呃 而且还办了一场比赛 看看谁能够研发出一种厚的 呃 比较厚的 而且具有功能性的 还有离开地球能够存活的皮肤组织 你看他从皮肤先开始 嗯 大春秋 其实这就是积极在解决问题的做法了哈 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在地球轨道上缺乏了地球的磁场 电离层跟大气的防护 嗯 高能辐射跟粒子 对人是有伤害的 是 那伤害的过程就比 比如说你在太空梭上面的太空人的 晚上逼你眼睛睡觉 都还可以看到发亮的东西 是因为高能粒子直接穿过你的眼睛 打在你视神经上面嘛 嗯 所以他其实蛮厉害的 那如果说有这些外能 外来的高能辐射或者粒子的损伤的话 皮肤是一个可能 嗯 所以现在想法就是 是不是能够在制造出这种 薄薄的一厘米厚的哈 嗯 但是呢 他能够在太空里面 维持一个长时间存在的皮肤组织 嗯 那这个皮肤组织呢 在太空人如果受伤的情况底下 他就能够做替换了 哦 不是说把它当 把这皮肤当衣服一样穿 哦 不是不是 因为它是要活的东西 嗯 它希望你做出这样的一个组织以后呢 那个皮肤细胞80% 还能够存活超过30天的 嗯 那当然现在是存活30天以后 如果创造出来的 能够商业化的东西的话 它可以摆在冰箱里存活很久 是 那你万一在太空里面 无论是辐射也好 或者你碰了碰了擦着了 皮肤出了毛病以后呢 嗯 它就可以直接换 我怎么感觉这不是为了太空科学 是为了阴谋论的时候 是为了将来在地球上搞医美 哈哈哈哈 不大致就你讲的 其实就是我下面讲这句话啊 怎么说 很多人会说 那你们花了那么大钱 那么多大钱 搞太空去弄天稳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这些尖端的技术都在挑战不可能 结果成为可能了以后呢 这些技术转过头来 spin off 就在地球的公司里面 嗯 找到了对地球人增进福祉的最好的方法 呃 它要快点 我已经很老了 哈哈 你想拉皮是吧 是吧 再拉就没再老有拉没用了 我都说拉拉拉下巴上出现了一个酒窝 这是40年前的笑话 对 对那个酒窝是肚脐是吧 哈哈哈哈 好 再接下来 还有一个题目 呃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 如今发明的信号只能穿越到外太空80光年 可是这个信号呃 可以再多做解释吗 对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信号 就如果你认为无线电波是唯一能够 在银河的尺度上面能够传递出去的话 那是在1930年代左右 Hertz 就是我们今天那个频率单位Hertz Hertz Hertz Hertz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无线电波 嗯 它做到那一刹那的 这个无线电波就已经传递出去了 啊 那传递的速度是光速 嗯 所以它至今为止地球上人们做的最早无线电波 走的最远的 嗯 也不过就是80光年 是 八四光年 嗯 80光年 80光年 对 80光年那个范围之内的是我们的讯号能够到得了的地方 嗯 那现在问题是说 到底别人如果有外星人高质生物存在的话 嗯 他们的讯号能够什么时候出来 能够传多远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科学家想说 为什么没有外星人来找咱们 嗯 我们以前在课堂上讲这个问题都是开玩笑 因为80光年以内没有 对 你你你你你现在送出去的东西啊 只能最远走到80光年 嗯 而你最近这十几光年出去的这些八连党年叙句 嗯 都还在十几光年以内的范围 而外星人看了以后大家觉得地球上没有什么高质生物 所以就不来了 或者说的确在80光年以内的范围可能有另外的高质生物的机会比较小是吗 对对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 因为银河都十万光年的80光年算什么呢 是 那更大的问题是那你说那整个其他的别的银河他知道他们送的讯号迟早会到我们这来吗 嗯 如果他们围存围存的时间比较久的话 是 那些问题是说如果他们存活时间也不久呢 像人类这样子把自己地球搞好搞坏了 或者自然演变以后他的地球条件出了问题了 嗯 或者他的文明消失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你刚才的问题80光年产生另外一度的怀疑 因为如果在几万年以前或者是几十万年以前 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一种高质生物 但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完全报废了 那是不是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有可能也发散出一些信号 那可能那就已经在几万年光年以外 我们已经有信号了 也可能啊 就是你比如说亚特兰提斯 如果他真的是存在 然后发出高的水准的东西科技出去了 但问题他现在不在了 是 别的外星人机里接到他的讯号再回头找他已经不存在了 可是我们在啊 可是我们接受了一个战果 他们找来一看怎么是这堆人呢 好 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外星人的信号问题 还有其他的我们还有40秒钟你来谈谈 没有 后来我们讲说为什么外星人不来 另外可能是外星人经过看到地球人 常常连年征战 大家不能和平相处啊 决定把地球劈成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了 所以就不管我们了 那不管我们 自中自灭好了 你是对最近的脱欧表达意见吗 不是 是外星人你想象不到 他这个什么形式存在的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外星人可能在我们周边 我们完全无法理解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史蒂芬霍金这个极聪明的人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尝试跟外星人接触 那是极端危险的事 是吧 你同意吧 有可能 对对对